11月26號就是九合一大選 雙鐵為了因應可能的返鄉人潮 加開了不少的班次 您的返鄉車票買了嗎 選舉前一個週末 台北車站一早涌現人潮 不管是零貴和自動售票機 想要買票都得花上一些時間 根據統計截至19號早上8點 選舉輸運期間 台鐵賣出十二萬五千張 售票率百分之二十九點九七 和一般的週末差不多 高鐵則賣出二十萬七千張車票 你是那幾十萬分之一嗎 只是今年投票反鄉潮 似乎有點冷 記者實測點進台鐵售票APP 選舉前一天台北到高雄 除了晚上六點後的班次 全數售完 前一天下午 和選舉當天早上都還有少許班次 台北到花蓮返鄉潮更少 不管是選舉前一天 還是當天早上都還有班次 高鐵則是不管選舉前一天 或當天都還買得到票 很多的縣市都可能是由現任者 持續連任 那所以呢對於投票結果 沒有什麼特別的懸念 這一次的一個選舉 它沒有像二零一八年一樣 有一個指標性的一個人物 雙鐵訂票率不如預期 一虧今年選情 但到底投票率如何 也只能投票當天見分少 晚上新聞方一聽你事件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